第六回 观音赴会问原因 小圣诗威 降大圣 且不言天神围绕 大圣安歇 话表南海普陀 落家山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灵感观世音菩萨 自王母娘娘请赴盘陶大会 与大徒弟会案行者 同灯宝阁摇池 见那里荒荒凉凉 席面残乱 虽有几位天仙 聚不就坐 都在那里乱纷纷讲论 菩萨与众仙相见弊 众仙备言前世 菩萨道 既无盛会 又不传卑 如等可跟贫僧 去见玉帝 众仙怡然随往 至通明殿前 早有四大天师 赤脚大仙等众 聚在此迎着菩萨 急到玉帝烦恼 调遣天兵 勤怪未回等音 菩萨道 我要见见玉帝 凡为转奏 天师秋红记 急入灵霄宝殿 起之轩入 使有太上老君在上 王母娘娘在后 菩萨引众同入里面 与玉帝礼帝 又与老君王母相见 各座下 并问 盘桃圣会如何 玉帝道 每年请会 喜喜欢欢 今年被妖猴作乱 甚是须妖也 菩萨道 妖猴是何出处 玉帝道 妖猴乃东盛神州 奥莱国花果山 石卵化生的 当时生出 积木韵金光 射冲斗府 史不介意 继而成精 降龙扶虎 自削死吉 当有龙望 阎望起奏 这欲其拿 是长庚星起奏到 三界之间 凡有九窍者 可以成仙 朕即 施教欲贤 宣他上界 封为 御马剑 毕马温官 那斯 邪恶官小 返了天宫 急差李天王 与哪吒太子收降 又降召 府安 宣至上界 就封他做个 席天大圣 只是 有官无路 他因没事干管理 东游西荡 朕又恐别生事端 着他代管盘桃园 他又不遵法律 将老树大桃 进行偷吃 极致社会 他乃无路人员 不曾请他 他就设计 转哄赤脚大仙 却自辩他相貌 入会 将仙谣仙酒 尽偷吃了 又偷老君仙丹 又偷玉酒若干 去与本山众猴享乐 朕心为此烦恼 雇掉十万天兵 天罗地网收服 这一日不见回报 不知胜负 不知胜负如何 菩萨文言 急命会案行者道 你可快下天宫 到花果山 打探军情如何 如遇相敌 可就相助一功 务必敌石回话 会案行者整整一群 执一条铁棍 驾云离雀 静至山前 见那天罗地网 秘密层层 各营门提灵贺号 将那山围绕得水泄不通 会案立注叫 把营门的天丁 凡你传报 我乃 李天王二太子木叉 南海观音大徒弟会案 特来打探军情 那营里五月神兵 即传入园门之内 早有虚日蜀 卯日鸡 星日马 房日兔 将言传到中军帐下 李天王发下令旗 叫开天罗地网 放他进来 此时东方才亮 会案随其进入 见四大天王 与李天王下拜 拜起 李天王道 孩儿 你自哪乡来者 会案道 于南随菩萨赴盘陶会 菩萨见圣会荒凉 摇持寂寞 引众仙 并于南去见御帝 御帝备言父王等下界 收服妖猴 一日不见回报 胜负未知 菩萨因命于南 到此打听虚实 李天王道 昨日到此 安营下寨 捉九要星挑战 被这司大弄神通 九要星拒败走而回 后我等亲自提兵 那司也排开阵势 我等十万天兵 与他混战之晚 他使得分身法战退 即收兵查刊时 只捉得些狼虫虎豹之类 不曾捉得他半个妖猴 今日还未出战 说不了 只见园门外有人来报道 那大圣 引一群猴精 在外面叫战 四大天王与李天王 并太子正义出兵 目察道 父王 于南蒙菩萨丰府 下来打探消息 就说若遇战时 可助一功 今不才愿望 看他怎么个大圣 孩儿 你随菩萨修行这几年 想必也有些神通 且须在意 好太子 双手轮着铁棍 竖一竖绣衣 跳出圆门 高叫 哪个是齐天大圣 大圣挺如一棒 应声道 老孙便是 你是圣人 这敢问我 无奈李天王第二太子 木察 今在观音菩萨宝座前 为徒弟护教 法明会暗事也 你不在南海修行 去来此见我作甚 我蒙师父拆来打探军行 见你这般猖獗 特来请你 你敢说那等大话 且消走 吃老孙这一棒 木察全然不惧 使铁棒踢手相迎 他两个立那半山中 圆门外 这场好斗啊 棍虽对棍 铁各异 兵纵交兵 人不同 一个是太乙散仙 忽大圣 一个是观音徒弟 郑元龙 混铁棍 乃千锤打 六丁六甲运神功 如一棒 是天和定 镇海神针 法力红 两个相逢 针对手 往来借数 实无穷 这个的阴手棍 万千凶 绕腰贯锁 急如风 那个的夹枪棒 不放空 左遮右挡 怎相容 那镇上 惊奇闪闪 这镇上 驼谷东东 万元天将 团团绕 一栋妖猴 促促从 怪物仇云 慢地腐 狼烟杀气 射天宫 左招混战 环有可 今日争持 更又凶 勘献猴王 真本事 目差腹败 又逃生 这大圣 与会案 战经五六十和 会案 毕搏酸麻 不能迎敌 虚晃一晃 败阵而走 大圣 也收了猴兵 安扎在 洞门之外 只见 天王迎门外 大小天兵 接入了太子 让开大路 进入原门 对四天王 李托塔 哪吒 气哈哈的 喘息未定 好大圣 好大圣 着实神通广大 孩儿站不过 又败阵而来也 李天王 见了心经 急命 写表求助 便拆大力鬼王 与木叉太子 上天起奏 二人当时 不敢停留 闯出天罗地网 驾起锐来祥云 须于 静至通明殿下 见了四大天师 引至灵霄宝殿 乘上表彰 慧安又见菩萨师礼 菩萨道 你打探的如何 慧安道 使领命到花果山 叫开天罗地网门 见了父亲 道师父拆命之意 父王道 昨日与那猴王 站了一场 只捉了他虎豹 诗像之类 更为捉他一个猴精 正讲间 他又锁战 使弟子使铁棍 与他战精五六十和 不能取胜 败走回营 父亲因此拆大力鬼王 同弟子上界求助 菩萨低头思存 却说玉帝拆开表彰 见有求助之言 笑道 婆奈这个猴精 能有多大手段 就敢敌过十万天兵 离天王又来求助 却将乃路神兵助之 言为毕 观音合掌起奏 陛下宽心 贫僧举一神 可擒这猴 于地道 所举者何神 菩萨道 乃陛下令生 显胜二郎真君 现居贯州贯江口 享受下方香火 他昔日曾立诸六怪 又有梅山兄弟 与帐前一千二百草头神 神通广大 量他只是听调 不听宣 陛下可降一道调兵旨意 着他助力 便可勤也 玉帝文言 集传调兵的旨意 就拆大力鬼王 积调 那鬼王 领了旨 即驾起云 静至灌江口 不消半个时辰 直至真君之妙 早有把门的鬼畔 传报至礼道 外有天使 彭旨而至 二郎寄予众弟兄 出门迎接旨意 焚香开读 旨意上云 花果山妖猴 齐天大圣作乱 殷在宫 偷逃 偷酒 偷丹 搅乱盘逃大会 献着十万天兵 一十八架天罗地网 围山收服 未曾得胜 仅特调贤生 同义兄弟 集赴花果山 助力搅除 成功之后 高声重赏 真君大喜道 天使请回 武当就去拔刀相助也 鬼王回奏不提 那真君 急换梅山六兄弟 乃 康 张 姚里 四太位 郭生 直剑 二将军 聚集殿前道 使才 玉帝调遣我等 往花果山 收降妖猴 同去去嘞 众兄弟 据欣然愿望 几点本部神兵 驾鹰千拳 大弩张弓 纵狂风 煞时 过了东洋大海 静置花果山 见那天罗地网 秘密层层 不能前进 因叫道 把天罗地网的神将听着 无奈二郎显胜真君 蒙玉帝调来 勤拿妖猴者 快开营门放行 一时 各神一层层传入 四大天王与李天王 拒出圆门迎接 相见弼 问及胜败之事 天王将上相事 背臣一变 真君笑道 小胜来此 必须与他斗个变化 列宫将天罗地网 不要漫了顶上 只四围紧密 让我赌斗 若我疏于他 不必列宫相助 我自有兄弟扶持 若赢了他 也不必列宫绑腹 我自有兄弟动手 只请拖塔天王 与我使个照妖镜 助力空中 恐他一时败阵 逃窜他方 切须与我照耀明白 误走了他 天王 各居四围 众天兵 各挨排列阵去起 这真君 领着四太尉 二将军 连本身 七兄弟 出营挑战 吩咐众将 谨守营盘 收权了英权 众草头神得令 真君 只到那水莲洞外 见那一群猴 齐齐整整 排作个盘龙阵势 中军里 立一赶齐 上书 齐天大胜四字 真君道 那破猴 怎么称得起 齐天之之 眉山六地道 嗨 且休赞叹 叫战去来 那银口小猴 见了真君 急走去报之 那猴王 急撤金箍棒 整黄金甲 登布云旅 摁摁紫金棺 腾出营门 急征金观看 那真君的相貌 果实清奇 打扮得又秀气 真个是 仪容清俊 帽堂堂 两耳垂间 目有光 头戴三衫 飞凤帽 身穿一领 淡额黄 楼巾削衬 盘龙袜 玉带团花 八宝装 腰胯弓 心悦样 手指三尖 两刃枪 俯辟桃衫 曾旧母 弹打棕罗 双凤凤 力竹八怪 声明远 一节眉山 七圣行 兴高不认 天家眷 信傲归神 驻灌江 赤诚招惠 英灵圣 显化无边 好二郎 大圣见了 笑嘻嘻的 将金箍棒 撤起高叫道 你是何方小将 这敢大胆 到此挑战 真君贺道 你这私 有眼无珠 认不得我吗 无奈 玉帝外省 赤丰 昭惠陵 险王 二郎 事业 金蒙 尚命 到此请你这 反天宫的 毕马温 狐孙 你还不知死活 大圣照 我记得 当年玉帝妹子 司凡下界 配合杨军生意男子 曾师父 劈桃山的 是你吗 我行要骂你几声 怎奈 无甚冤仇 但要打你一棒 可惜了你的性命 你这狼军小辈 可急急回去 换你四大天王出来 真君文言 心中大怒 跑 朽得无礼 吃无依然 大圣 侧身躲过 几举金箍棒 劈手相还 他两个 这场好杀呀 召会二郎神 齐天 孙大圣 这个心高 七敌美猴王 那个面生 雅福真凉洞 两个炸相逢 各人皆赌性 从来未使浅和深 今日方之 清和重 铁棒赛飞龙 神风如武凤 左挡右攻 前迎后应 这镇上 眉山六地 驻威风 那镇上 马流四将 传军令 摇旗肋骨 各齐心 呐喊 筛罗 都驻性 两个钢刀有剑机 一来一往 无私缝 金箍棒 是海中针 变化飞腾 能取胜 若还身慢 命该修 但要插持 为蹭凳 真君与大圣 斗经三百余和 不知胜负 那真君 抖擞神威 摇身一变 变得身高万丈 两只手 举着三尖两刃神风 好便似 华山顶上之风 青脸獠牙 珠红头发 恶狠狠 望着大圣 招头就砍 这大圣 也使神通 变得与二郎身躯一样 嘴脸一般 举一条如意金箍棒 却就如 昆仑顶上的 晴天之柱 抵住二郎神 哈 吓得那 马流元帅 战兢兢 摇不得惊奇 崩巴二将 虚切切使不得刀枪 这阵上 康张姚里 郭身直剑 传号令 撒放草头神 向那水帘洞外 纵着鹰犬 大弩张公 一起演杀 可怜呐 冲散妖猴四剑将 捉拿灵怪 两三千 那些猴 抛割弃甲 撇剑丢枪 跑得跑 喊得喊 上山的上山 龟洞的龟洞 好似夜猫金苏鸟 飞洒满天星 众兄弟 得胜 不提 却说 真君与大圣 变作法天相帝的规模 正斗时 大圣忽见 本营中 妖猴惊散 自觉心慌 收了法相 撤棒 抽身就走 真君 见他败走 大步赶上道 哪里走 趁早归乡 饶底性命 大圣不练战 只轻抛弃 将进洞口 正撞着 康章姚里四太尉 郭身直剑 二将军 一起率众挡住 破猴 哪里走 大圣 慌着手脚 就把金箍棒 捏作绣花针 藏在耳内 摇身一变 变作个麻雀耳 飞在了树梢头 盯住 那六兄弟 慌慌张张 前后寻觅不见 一起吆喝 走了这猴金 走了这猴金 正嚷处 真君到了 兄弟们 赶到哪乡不见 众神道 才在这里围住 就不见了 二郎 圆征凤幕观看 见大圣 变了麻雀 盯在树上 就收了法像 贴了神风 卸下弹弓 摇身一变 变作个恶婴儿 抖开翅 飞将去扑打 大圣见了 嗖子一翅飞起去 变作一只 大雌鲍 冲天而去 二郎见了 急斗灵矛 摇身一变 变作一只 大海鹤 钻上云霄来牵 大圣 又将身按下 入箭中 变作一个鱼儿 翠入水内 二郎赶之 见边 不见踪迹 心中暗想 哼 这狐孙 必然下水去也 定变作鱼虾之类 等我再便便拿它 裹一变 变作个鱼婴儿 飘荡在下流头 拨面上 等待片时 那大圣 变鱼儿顺水正游 呼见一只飞禽 似青药 毛片不轻 似鹿似顶上无鹰 似老欢 腿又不红 像是二郎 变化了 等我来 急转头 打个花就走 二郎看见到 打花的鱼儿 似鲤鱼 尾巴不红 似桂鱼 花铃不见 似黑鱼 头上无心 似房鱼 塞上无针 他怎么见了 我就回去了 哼 必然是那猴变的 他赶上来 杀的 啄一嘴 那大圣 就窜出水中 一变 变作一条水蛇 游进岸 钻入草中 二郎 因牵他不着 他见水响中 借一条蛇 窜出去 认得是大圣 急转身 又变了一只 朱绣鼎的灰鹤 伸着一个长嘴 与一把尖头铁钳子相似 进来吃着水蛇 水蛇 跳一跳 又变作一只花宝 默默处处的立在了厅之上 二郎见他变得低贱 花宝 乃鸟中 智贱 智银之物 不拘 鸾 凤 鹰 鸭 都与交群 故此不去拢 极限 原生走将去 取过弹弓拽满 一弹子 把他打个龙肿 那大圣 趁着机会 滚下山崖 扶在那里 又变 变一座土地庙尔 大张着口 四个庙门 牙齿变作门扇 舌头变作菩萨 眼睛变作窗铃 只有尾巴不好收拾 竖在后面 变作一根棋杆 真君赶到牙下 不见打倒的宝鸟 只有一间小庙 急睁凤眼 仔细看之 见棋杆立在后面 笑了 是这狐孙了 他今又在那里哄我 我也曾见庙鱼 更不曾见一个 棋杆树在后面的 断是这畜生弄轩 他若哄我进去 他便一口咬住 我怎肯进去 等我撤拳 先倒窗铃 后提门扇 大圣听得心惊道 哈哈 好狠好狠 门扇是我牙齿 窗铃是我眼睛 若打了牙 倒了眼 却怎么是好 他扑的一个虎跳 又冒在空中不见 真君前前后后乱赶 只见四胎卫二将军 一起勇志道 兄长 拿出大圣了吗 那猴儿才自变个妙语红我 我正要倒他的窗铃 踢他门扇 他就纵一纵 又渺无踪迹 可怪可怪 重劫恶然 四望更无形影 真君道 兄弟们 再次看守巡逻 等我上去巡他 即纵身驾云 起在半空 见那李天王 高情照妖镜 与哪吒 助力云端 真君道 天王 曾见那猴王吗 天王道 不曾上来 我这里招着他呢 真君把那赌变话 弄神通 拿群猴一试说弊 却道 他变妙语 正打处就走了 李天王闻言 又把照妖镜四方一照 呵呵的笑道 真君快去快去 那猴使了个隐身法 走出营围 往你那灌江口去 二郎听说 汲取神风 回灌江口来赶 却说那大圣 已知灌江口 摇身一变 变作二郎爷爷的模样 按下云头 进入庙里 鬼盼不能相认 一个个磕头迎接 他坐中间 点茶香火 见李虎败还的三生 张龙许下的宝符 赵甲求子的文书 钱柄告病的良愿 正看出有人报 又一个爷爷来了 众鬼盼急急观看 无不惊心 真君却道 有个什么齐天大圣 才来这里否 众鬼盼道 不曾见什么大圣 只有一个爷爷 在里边茶点呢 真君撞进门 大圣见了 献出本相道 郎君不笑嚷 妙语已姓孙了 这真君 急举三间两刃神风 劈脸就砍 那猴王使个身法 让过神风 撤出那秀华真儿 晃一晃 晚来粗细 赶到前 对面相还 两个嚷嚷闹闹 打出庙门 半雾半云 且行且战 赴打到花果山 慌得那 四大天王等众 第一房越紧 这康章 太尉等 迎着真君 何心努力 把那美猴王围绕 不提 话表 大力鬼王 既调了真君 与六兄弟 提兵 勤魔去后 却上戒回奏 玉帝与观音菩萨王母 并众仙卿 正在灵霄殿 讲话道 即使二郎已去复战 这一日 还不见回报 观音和长道 贫僧 请陛下同道祖 出南天门外 亲去看看虚实 如何 玉帝道 嗯 言之有理 即百驾 同道祖 观音 王母 与众仙卿 至南天门 早有些天丁 历史接着 开门摇关 只见众天丁 布罗网 围住四面 李天王与哪吒 请照妖镜 立在空中 真君 把大圣围绕中间 纷纷堵斗呢 菩萨开口 对老君说 贫僧所举二郎神 如何 国有神通 已把那大圣围困 只是未得其拿 我如今助他一功 绝拿住他也 老君道 你这瓶是个瓷器 准打着他便好 如打不着他的头 或撞着他的铁棒 却不打碎了 你且莫动手 等我老君助他一功 菩萨道 你有什么兵器 有 有 有 撸起衣袖 左胳膊上 取下一个圈子说 这件兵器 乃昆纲团练的 被我将环丹点成 养旧一身灵器 善能变化 水火不侵 又能套诸物 一名金刚拙 又名金刚套 当年过寒关 化狐为佛 甚是亏他 早晚最可防身 等我丢下去 打他一下 画壁 自天门上往下一贯 滴雷六六 进落花果山银盘里 可可的 捉猴王 头上一下 猴王只顾 苦战七胜 却不知 天上坠下 这兵器 打中了天灵 立不闻脚 跌了一跤 爬将起来就跑 被二郎爷爷的 戏拳赶上 照腿肚子上 吭哧就是一口 又扯了一跌 他睡倒在地 骂道 这个亡人你不去房家长 去来咬老孙 急翻身 爬不起来 被七圣一拥摁住 即将绳索捆绑 使勾刀穿了琵琶骨 再不能变化 那老君收了金刚镯 请玉帝同观音 王母众仙等 聚回灵霄殿 这下面四大天王 与李天王诸神 据收兵拔债 近前向小圣贺喜 都道 此小圣之功也 小圣道 此乃天尊弘福 众神威权 我何功之有 康章摇礼道 兄长不必多叙 且压这丝 使上界见玉帝 请旨发落去也 真君道 贤弟 如等未受天路 不得面见玉帝 叫天甲神兵压着 我同天王等上界回旨 你们率众在此搜山 搜尽之后 仍回灌口 等我请了赏 讨了宫 回来同乐 四太卫二将军一言领诺 这真君与众即驾云头 唱海歌 得胜朝天 不多时 到通明殿外 天师启奏道 四大天王等众 已捉了妖猴 齐天大圣了 来此听宣 玉帝传旨 即命大力鬼王 与天丁等众 压至斩摇台 将这丝 遂舵其事 嘿 正是 七狂今遭 行献苦 英雄气概 等时休啊